總統賴清德上任滿月拼心鎮 正式宣布將在總統府內成立健康臺灣 全民防衛及氣候變遷三個委員會 由賴清德擔任召集人 親自領軍美濟召開會議 加強對社會溝通 所以未來我們委員會邀請 攤開成員名單 鄭麗君跟童子賢入列國家氣候變遷 對策委員會賴清德恩師陳志宏及陳時中 則加入健康臺灣推動委員會 而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的副召集人 則是由副總統蕭美琴 吉府秘書長潘孟安處任 常常府副秘書長張敦涵也在臉書透露 賴清德就任前就有成立委員會構想 更強調這不只是要建構上位戰略 也希望能全方位廣納社會力量 讓不同意見的人能夠坐下來談 張敦涵也指出這種建籍旅籍的風格 真的很賴清德 你的施政上面走出一條所謂的賴視自己的道路 甚至能夠為未來的整個的根基打下一個基礎 過去蔡英文有智庫團 嚴禮十年正綱 賴清德上任滿月 針對三項全球間面臨挑戰的議題 啟動撥化國家戰略思維 站在過去的基礎上 只是帶領臺灣走向世界 參授環省時選 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全的風格